下面是一道美食题 请听题 呛面馒头是一种山东的主食 这个呛面请问一下是揉进了什么 A 干面 B 碱面 C 玉米面 倒计时开始 三 二 一 两位大哥这么的踊跃 小姜 A 干面 对 那这个山东人到底能不能答对这道山东的题呢 恭喜你答对了 干面就是呛面买的 接下来一道题是生活题 请听题 请问我国的哪座城市有日光城之称 倒计时 三 二 一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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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来我们的全非战弹第一位 小姜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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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接下来请问一下船飞 你的答案是 日照 不对 那接下来 火烧 日光的话应该太阳比较多 昆明吧 到底回答得正不正确呢 不对 小姜 你知道吗 我求助 来 小丽 拉萨 那到底拉萨是不是正确答案呢 恭喜小丽 就是拉萨 哇 太厉害了 那我们现在小姜积三分 那接下来 下一道题 请大家回味 这是一道文学题 请听题 笑叶如花 是形容一个人笑起来很漂亮 那机中叶致的是什么 倒计时 三 二 一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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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姜 那机中叶致的是什么 不知道 猜一个 要不然就倒计时了 脸上的哪个部位 三 二 一 那接下来 全飞 九 你到底是不是呢 恭喜全飞答对了 下面一道题是一道历史题 请听题 我国古代的婚礼仪式当中 有一项合谨礼 指的是什么 A 夫妻对拜 B 喝焦杯酒 C 鲜红盖头 倒计时 三 二 一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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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 第一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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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来追第二个 客少 第一个 小姜 何经理指的是什么 A A 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 很遗憾你答错了 A A A 那接下来 转飞 B 喝焦杯酒 嗯 那到底喝焦杯酒 是不是正确的呢 恭喜你答对了 哇 再又积一分啊 喝焦杯酒 何经理 那个锦 实际上是一种瓢 它是用一种刮切开 形成两半的瓢 这个何锦呢 我们叫焦杯酒 是后癌的说法 实际上是那一人拿半个瓢 这样子呀 明白了 明白了 霍少 你这个不努力啊 现在零分呢 没事 这次要输的话 就可以把锅甩给他 就因为带他来了 好的 那我们回到起点 会 逐一 有些长